大家好我是Rona老师 大家好我是佳玉老师 今天又到了我们格局的时间 那由于我们格局实在是太受大家的欢迎了 所以呢原本我们只预计要录10集 但是因为就是网友们给予的回馈很多 所以我们决定就是有机会的的话 就把指挥抖数全数里面所有的格局都分享完 那今天一样不例外的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两个格局 那第一个要分享的格局是什么呢 佳玉老师 我们今天要分享第一个格局叫做 苗而不锈 苛名陷于凶神 嗯 这个苗呢是指道苗的意思 那锈呢是开花的意思 苗而不锈呢说的就是说 农作物它成苗 长出了根莖但是却开不了花 花 会花 会花去 那怎么办 那就会苛名陷于凶神 感觉好像就是 没法让别人知道我是什么 对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碰到了煞星 所以会陷于凶神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它的太阳呢是在落线位 那植物生长是不是需要阳光 那落线位的太阳 它的阳光就没有那么充足啊 那不但阳光没有那么充足呢 又遇到煞星来破坏的时候 那当然就不会有开花结果的这个状态产生啊 所以它的比喻是说 虽然有好的才能 但是呢却没有柯角名声 没有成就的意思 那下面的注解写的是说 假如柯星陷于空节羊驼之中 又或太阳在虚 画柯太阴在卯 虽为画极 柯全路亦为不媒也 感觉是什么意思咯 好这个格局主要是指在命宫跟关禄宫上面 假如画柯的星要在命宫或关禄宫的时候呢 又分别跟地空地结或是 秦阳陀罗同宫的时候 那地空地结呢 它会空掉了我们这个宫位 让这个宫位里面的星要呢 它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力量 那画柯的星要这个时候 又与地空地结同宫的时候呢 会使这个画柯的星要无法展现它的才能 无法展现它的力量出来 那遇情阳心的时候呢 表示自己自身的个性或者是工作态度 过于冲动而去影响了这个画柯的星要 那遇陀罗心呢 纠结不定的想法呢 去影响了这个画柯的星要 阻碍了这个柯甲名声的机会 诱惑太阳在虚 画柯太阴在茅 又或是说太阳在虚位 那太阳在虚位的太阳呢 它是不亮的太阳 为落线的太阳 那太阳这颗星呢 又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这个星要 那落线的太阳在照顾人上面 当然是相对的会比较辛苦一点 那太阳又不画柯 三阳内会有天同跟天良 这两颗星会在财柏宫上面有机会画柯 那这样的状态呢 他们又与人不计较之外呢 又会愿意花钱去照顾别人 那虽为画极 柯全露亦为不美 那这样状态之下呢 即便画了极 这边指的画极呢 是画权画露画柯的意思 即便画了露全颗 亦为不美 那其实这样的状态呢 也不会说太好 那太阳呢 在毛的时候啊 太阳在毛位也是落线位 那太阳呢 在亥卫财柏宫上面呢 也是落线位 那太阳会画柯 那太阳又是一颗财星 那财星画柯呢 也代表说 会有破财的这个可能 那亥卫财柏宫上面呢 是太阳这颗星 那太阳他又是个 愿意照顾别人 而且也是 愿意花钱照顾别人的 因为他在财柏宫上面 虽为画极 即便画了露全颗 一样也是不会太好 那我们综合以上这个解释论述 这样的人呢 他愿意照顾人 然后呢又好相处 在钱财上面呢 又与人不计较 那如果运线走的 不是很好的时候 碰到煞星的时候啊 虽然他有一个雄心报复的心 但是呢 使尽了全力之后呢 即便有了功名 但是 却会不如他的预期 是不是感觉 就会觉得很哀伤 很想叹一口气 真的 而且很像 做到老干人 然后把人 不会记在心里 不会记得你的好 我这么无怨无悔的付出 然后结果你转身就忘了我 哀伤 太哀伤了 因为我们录这支影片的时候 刚好是七夕 突然有一种被放散的感觉啊 真的 我都花钱了 还被放散 对啊 太哀伤了 我们可不可以讲一个 比较不哀伤的格局 好 我们来讲一个振奋人心的好了 好 好 那我们接着讲下一个格局 这个格局叫做 聚姬同工 公亲之位 感觉很不错 好像会当大官 好 这个公亲在古时候 就是会当官的意思 那天机星呢 聪明善良 但是呢 会有过度聪明 而表现出呢 比较孤傲的这个特质 那聚门星呢 化气为暗 是一颗 有着不安全感的星药 那也因此呢 他会去学习各种知识 也成为他的动力 那聚门星呢 是一个口才 非常好的一颗星药 那所以这两颗星在一起呢 他就兼具了博学 又聪明的这个特质 晕线走得好的时候呢 这样学士晕博的人呢 就有机会成为公亲 就是我们刚刚讲在古时候呢 就是当上大官的这个意思 假如心已生人安命 卯宫二心守命 更欲昌渠左右上格 如丙生人刺姿 丁生人亦主平 其余公分不在此论 天机聚门同宫的时候呢 会在卯位跟有位 那无论是在卯位或者是有位呢 对宫呢都会是空宫 无事上仓取的时候 可以借对宫的天机聚门 那假如心已生人安命 卯宫二心守命 假如新年呢 跟已年生的人呢 天机聚门做命在卯位 那新年生人聚门会化禄 那聪明逻辑好 口才又不错 那有位呢 借一宫会有一颗禄存心 那在可以借的状态之下呢 这个禄存心呢 就可以成万五的主心天机心 那在外呢 增加天机心 善良 反应快 也降低了这个天机心的这个 孤寡的特性 与不好相处的这个状态 以及聚门心会化禄 那它的口才会比较好 那相对讲出来的话呢 也会比较好听 那命迁线这样是不是 形成了三禄胶持 感觉就是很赞 三禄 不是三字禄 好 以年生的呢 天机会化禄 那在卯的位置呢 会有一颗禄存 一样形成了这个三禄胶持 更欲昌曲左右上格 在遇到文昌文曲卓辅右臂同工的时候呢 文昌心理性会增加调理 与文末的才能 那文曲心呢 它是感性 会增加创意 与巧思 那周府右臂呢 是疾心 所以会有疾心来相助 但是呢 这个天机心呢 它又怕煞迹 因此呢 就不适合碰到煞迹 这样才能成为上格 那卤丙生人次之 如果是丙年生的人呢 四位会有一颗禄存心 与天良同工 那天同化禄呢 会在财伯宫上面 那天同心呢 在财伯宫上面 用钱的方式呢 它与人为善 而且大方不计较 那福德宫代表的是 来财的方式 有天良心家禄存呢 那老天爷呢 会赏饭吃 那命宫天机化全 命宫掌管十二宫 那它会运用自己的 条理跟逻辑 来掌控自己的人生 因为是财福献双禄 与命迁三禄 相较的话呢 它比较刺资 那丁生人易主平 丁年生的人呢 太阴化禄在福官线上 那福官线上呢 会是日月同宫 那对宫空宫的话呢 是可以借新药过去 那福官线上呢 就会形成双禄交池 天机化科 聚门化妓在命宫 那天机化科呢 会让自己 因为聪明有条理 而得到不错的名声 但是呢 同时聚门化妓 在不安的同时呢 它容易讲出 不重听的话 那因此呢 丁年生的人呢 一般平常 当其余公分不在齿论 这句话是说 其他公位呢 不在此格局中论断 那由此可知呢 天机巨门呢 在卯位 虽然说太阳是在弱线位 让巨门心呢 内心的不安全感更重 但也因此呢 降低天机心 爱变动的这个状态 让聪明又博学的这个天机巨门呢 能够更专注在一项事情上面 暈现走得好的时候呢 就有机会得到很好的这个成就 所以呢 其实无论太阳在旺位 或是落线位 当不一样的组合呢 拿到了它想要的条件 让它先天拥有好的条件 再搭配后面运势的转换 也走得不错的时候 一样能享有一些比较平顺的人生 那为什么会说是平顺的人生 我们在前面几集当中 其实都有讲到 因为古时候的人不太喜欢大风大浪 所以也许呢就是忠实的观众们也会听到了 嗯 确实古时候的人都很喜欢 那种有一点一层不变 乖乖的 很乖巧的 那适合古时候的人不能说他是坏 但不见得适合符合现代 就是多变的社会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两个格局 如果喜欢的朋友帮我们分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利用折抖术改变命运状况 改变自己的人生 大家支持一下我的新书 谢谢